操作的注意事项和如何建立纸账号 通过刚才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 主要是不光联的话 主要是七大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IP地址不要光联 第二个是收款账号不要光联 第三个是账号信息不要光联 第四是梯子路由器不要光联 第五是图片描述不要光联 第六是跟麦 就尽可能的不要是跟筒一模一样的产品 第七个是邮件图片光联 就是说邮件的一个库和信息 尽可能错开来 那接下来就讲如何建立纸账号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才说的几点内容 第一个IP地址 其实非装线的都框带 都是动态IP来的 我们重启路由器就可以切换 即使不重启你的网络 每天每小时的外网IP都不一样 第二个收款账号 就无论是美国银行卡 Wall first还是P卡 卡号不要相同 名字可以相同 这个没关系 第三个是账号信息光联 姓名邮箱 地址 电话号码 信用卡密码都不可以相同 然后第四个是梯子路由器光联 就当你上推特 YouTube的时候 记得退出亚马逊后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一个图片描述 不同店铺 产品图片描述 产品的拍摄角度 尽可能不要一致 第六个是跟麦 那很多你就是小号跟麦 大号码 然后如果是互相跟麦其实是不会光联的 但如果说当你跟的这个产品可能出现问题的话 他跟麦的账号也有可能会触发审核 这样 第七个是邮件图片 那也就是说邮件中加载图片 或者Flash的时候是可以读取你的IP地址的 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可以使用Gmail的禁用邮件加载功能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建立账号 那账号的话首先你要先准备一个新的没有使用过的邮箱 进入后台使用Setting下面的User Permission 也就是用户权限 那点击了User Permission之后呢 你在邀请框中填入准备好的邮箱 点击一个Send Invitation 那这个地方就是发送邀请啦 那打开邮箱之后 他就会收到一个就是Invitation to become a Sarah Central User for 谁谁谁的邮件 那我们点开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授权 然后在这个打开邮件中的链接 去输入纸账号选择No I Need a Password 然后去修改你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去Sign In你的一个账号 然后你可以去Create Account 有一个确认码 然后把确认码发给这个主账号的邀请人 发完之后呢 你在主账号的登录这一边 在User Permission这里 可以看到纸账号以及对应的确认码 确认无误之后点Confirm 纸账号就确认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权限究竟是如何设置 如果说你公司部门的员工比较多的话 那可以说把它的权限分开来 例如说有上传库存的权限 还有推广的权限 另外就是广里订单广里退货的 还有品牌旗舰店的 还有业务报告销售概朗的权限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根据你的不同的需求去设置的 以上 好 纸费